来大家我们接着看啊 这个小练习呢不足以是吧 展示了各位的能力 那怎么办呢老师再留个练习 这练习呢我们还是以衣服为主好了 那么练习什么样的呢 刚才是说了星期老师现在怎么样 老师现在真准备玩一玩 月份 但是呢老师玩一个确实说 老师要搞的是季节 季节靠点谱嘛 就四个嘛 这个靠谱嘛对吧 然后呢衣服泰斯的是吧 那个tube 不行下后我一话课程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星期我就不讲了 光讲季节得了是吧 四个还是比较有有一个搞定的 这个动力的是吧 这叫什么样啊这叫做 一年有什么呀 一年啊有这个四季有没有 有四季啊 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呢 这每一个季节是不是都对应了三个月份呢 是吧当然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是吧那我们就说什么呀 说我们那个北方那边来讲 是吧叫什么样呢 叫做这个不是 春天是吧或者春季一块是吧 春季比较靠谱去啊 春季 算了 节 然后有什么呀 三四五是吧 大家 大家嗯 然后有个人说老师不是吧啊 那个我们不讨论这个好吗 你要说你要说那什么呀 你要说南极北极开玩笑呢 对不对 那帮哥们拿什么季节可分呀 哈哈哈 然后几个人还有什么 这个叫做六七八呢 然后呢这个就是冬季 那不什么时候啊 然后呢我就想把特殊纲写出来啊 嗯 着急写出来 十十一啊 哎 冬季比较特殊了 大家 什么样的呢 十二 一二 是这意思吧 哎 注意了哈 怎么样呢 叫做根据 嗯 用户输入的月份 那 那个给出 给出 对应的季节 对应的季节 就这意思 啊 这玩意有用吗 这玩意 呃 偶尔有点用啊 老师跟你说 签想的做法 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 在某些国家呀 大家 你输入一个 这个 什么呀 输入一个 什么五月六月啥的 是吧 那个季节到底什么 还不一定呢 清楚了吧 说是真假的 谁也固定四季啊 对吧 就是说的是天气变化情况 听明白了吧 人有的 人冬天特别暖和 说不大家 你比如沿海地区嘛 当然我就瞎扯了哈 这对这些人明白了吧 啊 那么依据刚才 我说的意思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坐一下来呀 是的哈 那怎么做呀 啊 啊对 心血主事对吧 那个老师 就不给你们留恋集了哈 课长给你们讲完得了 好吧 这需求听懂了吗 听懂了是吧 老师给你们做一遍了啊 注意啊 这个需求完之后 你回到家 你自己拿手 自己做 听明白吧 别别拿我代码 就把这需求拿下来 一复制 到另外 到一个文件里边去 自己写思路啊 自己写代码 看着啊 怎么做呢 毫无疑问 用户的数据是不确定 对的 那第一个不确怎么办 这个变量 是吧 这变量自己呢 我就不管他了 那爱谁谁啊 请干嘛 放弹呗 四个家 放弹呗是吧 如果怎么样 貌似等等于一 大家 是不是一月份呢 对不 哎算了算了 我从三开始吧 我出了事啊 出了事啊 出三开始啊 干嘛呀 来 来给打印 为了好看起见 month加上什么样啊 月 是吧 那是什么样啊 是春季 那是怎么写吧 对不对 还是怎么写吧 是吧 然后那样 这是可以 可以这么放弹了 你根本想到是吧 老师应该写 else if 我告诉大家 else if 那 month等等月 四 然后干嘛呀 哎 算了算了 这个复个字吗 是吧 OK 大家知道 是怎么写吧 没错吧 嗯 那五我就不写了 行吧 那五我就懒得写了啊 呃 呃 大家我写了这儿 你认为我的成有什么问题 哎 非常好哈 就是嫌 你们你们嫌麻烦是不是啊 嫌麻烦哈 哎 非常好 这个动作呢 是有利于成员进行创新和提高的 那 什么时候创新 大家都是懒人 一般都在这些绅士 意思吗 你一旦有些事情重复做次数过高 你必须要想怎么简化 是吧 谁不愿意做吗 对吧 哎 所以说从某个角度而言 我跟你讲 一般都是懒人在创造奇迹 啊 比如说一年不洗澡 是吧 哈哈哈 大家我看一下 呃 你们都觉得麻烦 那我问一下 你们咱 你们想怎么简便 不不 你们现在是在直接跟我说结果 我只要求在我这程度上给我简化 那么你首先要分析 问题是老师 你到底哪块麻烦 你先告诉我 来大家告诉我 我这个代码 哪块是麻烦的 哎 对对对对 有的们说的很准确啊 说什么样的 重复了 对吧 这个才是关键 那我只说我的代码 我不说你的代码 OK 好了 大家注意了 无论是三还是四 大家是不是对的都是春季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们开发的时候 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大家千万要记住 叫什么呢 这个 提高代码的复用性 所谓的复用性 这就是说代码的重复使用程度 懂了吧 叫做这个东西我一写完 啊 爱注意听一下 我告诉你们什么时候复用啊 这个东西我一写完 写完以后呢 我就可以用了 对吧 我到下面就发现 我又我又要重新写别的东西 好 这个时候我还可以再忍受一次 听明白了吗 如果再往下指的写的过程中 发现又用到这个东西 大家这个时候注意 千万别再往下写代码了 怎么办 你必须要回来重新思考 你会发现你的代码的复用性极差 因为你知道 有第三次是有第四次啊 是吧 都是重复的 千万不要这么干 而往往扯的毛病 扯的毛病是说 到了第二次的时候 就是第二次在用的时候 才发现 我应该要做一个复用动作 因为很有可能是第三次 懂得家 这就是我们需要用复用性的地方 那提高代码的复用性 那么在我们这怎么复用呢 注意复用性的方式有很多种 我们只说现在这一种 叫做 对于这个条件 对于那结果是这个 对于这样的条件 对于那结果是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复用 叫做将条件合并 听懂了吗 你们呢有可能都知道 老师这玩意儿我还能讲吗 我在天天写 我现在说的是一个思想 是一种提高代码 复用性的思想 现在叫做多条件 对应相同内容时 你应该将多条件进行合并 而条件合并 原理是啥 原理是什么 是不是要将条件经连接 对不大家 连接条件用谁 这就对了嘛 逻辑算符了 明白了吧 这样就很自然而然的 就会想到这些符号应用了 听不大家 什么东西什么样 多不怕 穿起来就不会乱 欧了吧 欧了 好了 现在我们分析吧 老师没有写这个 你们自己快要写的东西 两个条件对象相同内容 不罗嗦 把两个条件合并 那就什么样 应该是 孟死 等等于死 哎 多多动号的 哎 是这么回事 咱们大家这事不不要再写了呀 是吧 这都没有必要了 OK 老师把这个事稍微删一下了 去掉 那好了 我就先不改它了 大家注意就这一个条件了 是吧 那么大家注意 两个条件中间要用逻辑 连接的话 你认为我应该怎么连 非常好 要是说老师 雨嘛 这就猛了 知道吧 月份这数 G等于三 还能等于四 哇 这很了 就说性别来讲 是吧 你G是男 大家 那么我说到这以后呢 我想问的是 或有俩 我选哪一个 一个还是俩 我是觉得短路货呀 还是想单个货呀 大家 我问一下 如果这个哥们月份的值 本身就是三的话 那么等于三满足吗 满足了 那你这位后面还能判断吗 绝对不用 听懂了吧 所以短路货是不最方便 是的 大家 那紧跟着大家 你知道的是 是不是还有月份 是春天 谁啊 非常好 叫做mouse等等于什么 五 这个能力要大家 OK了 那么到这以后呢 我们发现 第一个部分喷得完了 那么接下来 下面是不是应该是 以此类推 对吧 好了 后面不再说 因为前面 我以后把思想讲完了 后面全都是重复的 OK吧 大家 那么OK的情况下 老师就一个复制了 就直接动手了 一个弄 对吧 这几下这张 六 七 八 嗯 就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呢 这里边我再一个复制 我这个复制 比你们简单多了 我这有快捷键 你快捷键是啥呀 别问我 我也不告诉你 注意 只有我这个机器有 我自己配置的 你们需要配吗 你们现在不需要配 你们应该手写才对 懂吧 现在投懒能行吗 现在别投懒了 以后有的是 懒可以投 懂吧 以后你就是神通 这是春嘛 是吧 这个就是夏嘛 然后呢 这个秋一个 是不是 然后再来个冬一个 已经完了吗 大家 欧没啊 还没欧 非常好 怎么样啊 对 你这万一 你说实材 你这怎么搞 这个是吧 所以大家这里边怎么样 奶哥们唱歌 这是 没有对应的季节 火星那个长得很明白 现在是吧 靠点火 删掉了 那老师在这边 注意听 咱现在什么样 就是需求分析完事了 那步骤是所谓设计 对吧 开发完事了 咱干嘛呀 测试一下对 老师你成绩行不行 要调点啊 是吧 那用废话吗 那测试是吧 搞个四 我们弄一下啊 哎 这次开点吧 编不对了吧 真不对 一辅 泰斯特 2 点加 然后拿一个 一辅 一辅 泰斯特 2 2 然后回车 货货货货 什么呀 二没写 是不是意思啊 哎呀 你看到了吗 老师经常有专专专现象是吧 那没办法哈 春季 但是现在已经有有底了 说我也说了 没事 老师都跟他说 嘿嘿是吧 然后呢 来个七啊 啊 我们就编译啊 运行 大家发现没问题了吧 啊 那搞一 我们也爽一下吧 对不对 编译 运行 是的吧 那怎么样啊 呃 13 是吧 就随便弄啊 哎呀 卡住S 保存 呃 编译 运行 欧了一下 哎 就完事了 到这 这些小弟怎么约了吧 明白了哈 大家大家麻烦吗 我感觉还有点麻烦 听懂了吗 我感觉还是有点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哎呀 三四五 三四五 这不是区间吗 我干嘛 当当当当 有点等啊 不是啊 你解决我的意思了吗 嗯 哎呀 既然是区间 大家注意啊 我就不写这个文字了 既然是区间 我们怎么办呀 既然是区间 咱就上来 大于等于 就OK了吧 考译 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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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大于等于三 MOS小于等于五 大家在这个区间里边 是不是对的 都是同一个季节 叫春季 是吗 两个不可行表达 是不是要连接 怎么办 嗯 我用一个还是俩呀 一个 话来 干嘛都一样 那是 换成我 我就说不一样 为什么呀 至少长得也不一样 那我就一个吧 好吧 我就不明白 一个俩有啥区别 啊 啊是哈 六和八都上来了 是吧 那我就弄吧 好吧 啊 你输个六 怎么样 六大于三 走吧 嗯 我给你问一下 这单语啥意思 就是两边是不是都运算吧 是吗 那双语什么意思 如果准备报约不运算吧 是吧 那你说老师 我整个六呢 是吧 六的话 大家双语单语 是不是都一样 有区别吗 没区别吗 是吧 那我这要是二呢 啊 二大于等于三不 五大于三不 对吧 然后又把它判断不 你没有说意思了吗 那你说我中间是加一个加点啊 还一个是吧 那告诉我 加一个理由在哪 嗯 我再说一遍 现在冒险是一 行吧 一大于等于三不 五大于三吧 好 左边是foss了吧 好 那那单语的话 右边是判断一下 是吧 一小一等于五吧 小鱼吧 那右边是真吧 假真 是不是也是假呀 好了 那要是如果说我加双语呢 一大于等于三不 五大于 假吧 一会判断不 我们 放一放两 一个 你完了吗 先欧了一下 哎呀 终于整明白了 是吧 天天讲办天讲 那我以为懂了 是吧 一个练习 挂 啊 那我到这以后呢 大家分明了啊 这很简单 是吧 那我我就不过那废话了 是吧 我就咔咔咔的 是吧 那怎么办呀 我这里边是不是就IOS呀 啊 我这是IOS吗 是吧 那就弄呗 我就还是IOS 好了 大家注意看着啊 三到五是个区间 你知道六到八是个区间 是吧 嗯 九到十一是个区间 这里边是谁 哎呀 啊 对对对 没有没有说 看花眼了 这里边谁呀 嗯 夏季 哎 这叫夏季 OK 这个叫球季 先跟我说一说 这东西怎么办 用一个 我就没想好 这东西是怎么判断 你除非是等等于十二 等等于一 等等于二 对不对 要不然你说 怎么样 大于等于十二 不过是 小一等于十二 大一等于一 二 那就崩溃了 是吧 大家 说一下哈 咱们这么判断哈 大家不要 脚尽脑汁想说 哎呀 十二一二怎么判断的 不不不不 不要那么想 这么想啊 你走入误区 你这么想越想越会越累 走入脑筋脚尖了 我们可以这么去想 大家注意看 我们的有效数据是谁 有效数据 是不是指的是一到十二 那么一到十二以外 是不是都错的 是不是 大家 这就对了 那有这个条件 我们就好办多了 OK 那么怎么办呢 我上来 我第一个先判断什么 我先把一到十二以外的 我先判断一次 如果 MOS 大家我问一下 我想判断一到十二 以外的数 我应该怎么写 小于 一 MOS 大于 十二 怎么连接 别冲动啊 我语一下吧 是吧 这数小于 并且小于 还大于十二 哇 这个对应的 是不是应该是他 对吧 请跟着 就什么样的 IOS 大家发现 我第一步 先把一到十二以外 干掉了吧 第二步 我现在开始做 一到十二以内的 我把三到五 干掉了 六到八 干掉了 九到十一 干掉了 还剩下 一 二 十二 复制 粘贴 我根本就不用再写了 直接IOS 就是东西 百分之百是这样的 你说是这样吧 大家 我已经判断很全面了 那我说老师 真的假的呢 那就不用再啰嗦了 是吧 他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为什么他没事 编译 然后呢 来一个叫做 if 他爱子的兔 大家发现 是不是OK的呀 那么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 当然是要判断一下 一嘛 是吧 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啊 再来个编译 运行 大家发现 一是东西了吧 OK 啊 这没有什么技术量 技术可压了 我们随便搞个八 再演示一遍你完事啊 来一个编译 运行 呦 运行 没问题了吧 行了 到这OK了 把这if 运的给大家 简单感受一下 就发现呢 我们连区间的判断 是吧 连之前学的运算符 我们都用上了 尤其是想那个什么样啊 想那个小东西 这个代码的附用性 记得大家 这里边讲什么 当条件 当多个条件 对应的是同一个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将条件怎么样啊 是不是进行合并啊 对吧 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OK